中国大使馆停止为非法入境遗期滞留人补办护照 这两天美国的中国大使馆已正式停止为此类人补办护照 不得不说这招也是决绝子 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执行的话 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人回国跟大家抢班完了 这么一来如果非法入境遗期滞留的人 护照一旦过期或者遗失损坏的 只能一直待在美国熬到有了新的护照那天才能离境 要么只能拿旅行证回国 这一回呢就意味着此生不太有机会的出来 所以美国很敏感 前往虚谨慎 如果你是另有目的的话 所有的普通护照最长有效期是十年 未成年人的有效期是五年 即使是需要办理任何国家的身份 都需要原护照有效期在六个月以上 而应办所有的手续呢都是有周期的 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在原护照快到期的前一年 筹办新的身份才能无奉嫌解厂 否则就只能回国了 要么就原地不动 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份办理 只要是正规的手续办的 都需要你有原护照有效期 六个月以上 一旦过期就很局限了 没事 我忘了 在简单中 在简单中